我想問一下導演上次接受訪問的時候有提到說 他一直都很想台灣,台灣是他很喜歡的地方 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台灣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街もいいし 人もいいし すごくなんか おばあちゃんの家に 帰ってきたみたいな感じがする 我這邊看城鎮很漂亮 每個人都非常有熱情 那再來就是好像你好像回到 我回到我自己的阿嬤家的感覺 回到自己的阿嬤家的感覺 回到阿嬤家的感覺 台湾馬的人是嗎 不是 違う可能 應該不是吧 なんかすごく懐かしい 那這次是疫情後第一次出國 然後 今回はコロナの中で初めて そうです 然後有沒有安排 前来た時 というかあの 実は本当にあの 仕事でしか僕は海外に行ったことがない 自分でお金を払って 旅行に海外に旅行に行くという習慣が全くなかった 嫌いだったんですね でも台湾に来てから台湾はまた行きたいと思って 自分でお金を払って 年間4回とか5回とかしてますね 主要就是因為 其實我蠻少出國的 那我出國主要都是 自己工作的關係 那大家都是用別人的經費 然後工作出來 其實我自己很少花錢 因為我不太喜歡花錢出國旅行 那但是 第一次我来到台湾之後 我来到台湾就覺得 台湾這個地方真的很不錯 我是個很好的地方 剛剛講的 有這些優點 那所以我甚至就自己花錢 然後每年會來個四、五次 一年 四年 四年 對 最後は本当に 2020年の2月だから もう 武漢で 感染 COVIDが始まった 感染が広がってる時に 来たんですよね それが最後です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是2020年2月 那時候剛好 我那天疫情剛爆發 然後剛才開來的時候 那是最後一次 那時候不喜歡花錢 那他有沒有收集公仔 或是哥吉拉公仔 お金を使うのが 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と 言ったんですけど でもFiguraは 集める習慣とかありますか 例えばゴジラの 台湾で お金を使うのは全然好きですね Figuraとか そういうコレクションはしてますか 我覺得 でも このように 日本が オフさんが 我的妻也有在赌犯案的居酒店 他们可以交到的 那我们买了两不过它 如果你们在厊抚的男生 你想怎么kah 同时贴下来? 我也是贴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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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下来的 我自己实际上的贴下来 我是我贴下来的 我解释了 我也获得到 我可能会想 我跟他當公仔一樣處理,我可能也會把他丟掉 我被他丟掉這樣子,也都可以 但如果把他丟掉的話,賣掉的方法 如果你記得要丟那部,為什麼要去賣? 賣比較值錢賣 如果把他丟掉的話,賣掉的方法會有錢 我想跟他老婆說,把他丟掉,然後去賣 然後去賣了還有錢賺 你現在想要丟掉這個東西,他是很值錢的啊 你不聊一些電影的事嗎? 有有有 有有,有有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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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就是,因為特色片啊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是後期製作 那現在特色片會不會在,要銜接現在的改變 會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或是覺得可惜的地方 那些不適合的地方或是有 有 基本上是一種不適合的地方 那些不適合的地方 那些不適合的地方 CGとかの方がいいと思うこともあるし 僕は両方好きだから両方使いたい でもそれが実は一番 お金を出す人にとっては お金がかかって面倒くさいって思われるんですよ 其實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來講 特色這個東西 就是以經濟的程度來 經濟層面來看 它是一個可有可有的東西 人家不會帶來任何經濟的成長 以經濟角度來看 但是其實 但是我呢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是看特色長大的 那就是它對我老實說來講 是一種憧憬 那當然就是 你會很喜歡 你就看的時候 所以以我小到大小 我會非常喜歡特色 我真的想要拍它 那再來就是 同時大家講說CG 其實我覺得CG 我看的CG我覺得非常的棒 因此我在我電影裡面 會想要同時融合 特色跟CG這兩項要素 可是對贊助商來說 他們會覺得是非常非常花錢 絕對我會麻煩 然後因為寶映也蠻常把 就是動畫 改變成真人電影 那如何去平衡 不要讓動畫過去失望 因為很容易變成真人的時候很失望 所以如果你看到 那些犯罪失敗 怎麼會這樣做呢 我失敗了 所以我沒有去到現在的方向 因為我是失敗的一方面 我都一直失敗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成功 不好意思啊 那些人 我都會想要不要拍那種電影 所以我接下來都不會想要再挑戰自己 所以我以為リアル的挑戰會不會有挑戰嗎? 嗯,我希望在映画中的リアル是要做的,但 漫畫和アニメーション是一番好表現的形式, 所以我以為無法表現為生身人間的表現。 如果你是要我拍實寫型的電影,我會想拍。 可是如果你是要我拍真人畫的動畫真人畫, 我會覺得我不是很想拍這種電影,主要是因為媒體對他們來講, 漫畫就已經是他們最棒的載題,那你還是把它變成電影, 我覺得這可能是大家不太想樂見的。 那他自己本身有沒有覺得拍得非常好的漫畫真人畫作品? 不一定是他拍的? 比如說,如果是喜愛的影片, 如果是主要拍照的影片, 如果是拍照, 其實是拍照中的影響中的影片, 在拍照中的影片, 非常合理性的影片, 所以我們可以拍照中一個拍照中的影片, 是吧, 哦!是道中! 是道中! 是道中! 原作是原作,我知不知道 他拍得非常好,你不知道他是動畫 你不知道原本是漫畫 甚至他有人看了,就覺得 這種漫畫我都不知道有原作 你以為那就是 電影就是原作 那有沒有導演,大家都說 不可能硬化畫的作品 然後被拍出來他很喜歡 但不可能的作品 然後被拍出來 然後被拍出來的作品 有嗎? 有嗎? 我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那個日本的特色片 其實就跟自治霸世界的 因為像華語片 就是功夫武俠片這樣很難被取代 那 導演拍特色片 是由使命感或pride 或者是主要還是因為好玩 所以那種特撮的作品 是由使命感或是自我喜歡 或是自我喜歡的 所以那種特撮的作品 所以那種特撮的作品 怎麼會這樣呢? 那種特撮的作品 很可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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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他做的作品 很可憐的作品 主要是因為我怕被他討厭 不怪的是老師跟各位說 因為如果讓別人先去拍 結果拍出來的作品很爛 我看很討厭 我非常不熟 所以我就先搶著他 我就先拍 那我自己對自己 請問一下 是因為那個 導演是從 他是昭和的時候 在演出跟演出 演出跟演出 然後在平成年間 所拍的很多部分 吉拉夫斯 特撮的特色作品 然後到了現在 因為剛剛有提到那一句 剛才說到CG 可以 因為你 大概再提一下 特色 對於他從以前到現在 大概的 現在的意義 或是他怎麼去看 所以拿到現在 那會有多長的 特撮的 誠實 好 因為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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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從昭和平成 現在 そういう変化とか そういうのを教えていただきます 副作変化 それで言うと 私はすごくラッキーな時期に 映画の世界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て ずっと今まで 映画の仕事をし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たんですね それは何かというと 僕らが今30 ほとんど40年前に 日本の映画の世界に入った時は まだゴジラや最初のゴジラとか 最初のウルトラマンを作っている人たちがいて その人たちの一番下で 使いっぱしりのように仕事をしていた でもその人たちは 何十年と ゴジラができてからもう30年ぐらい経つんだけど 30年間ずっと同じやり方で ゴジラを作っていたんですね ウルトラマンにしてもそうですよ 日本の映画というのは 全く30年間進化することなく 同じ事をしていた 私たちの数学でも 本選で 本当に幸運だと思う 今日の時間は 最初のウルトラマン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いやすいです 主要は 僕は40年前に 入ってくる事ができた内側 可是他們都是一直用同樣的手法在進行拍攝 但是連續拍三十年都沒有任何手法的進步 郭總 那這樣做 還沒二十歲 我也是 在美國製作《Star Wars》 有更新的表現方式 但日本人們都在做什麼 因為他們有很疚心 這是什麼事 我覺得你都不願意 其實我當年出生了這行 我還是一個圍道 二十歲的小伙子 還是一個TNH 年輕人 而那時候我看到 像美國已經在拍這個Sawos就是星際大戰這種影片 那你看到很多新的東西你就受到衝擊 那你覺得你再回頭看日本 這個拍攝的時候你覺得日本到底在幹嘛 你就覺得有一種對於這種他們的做法感到氣氛 都一成不變 可是那個時候你還是一個這個什麼就是 出出茅茹的小夥子 然後如果你對那個時候你對這個老一輩人這樣講也被揍 那時候還沒有所謂的職權騷擾的那種這個事 你會被在職場也被揍 所以你也不可以一直講什麼 你會覺得很氣氛 那種生意気な事をずっと言っているうちに 美國でもやっぱり すごく安い予算で特撮物を作っている人が現れたんですよね 《Terminator》っていう映画を作ったジェームズ・キャメロンという監督が 本当に貧しい映画会社で自分の好きなものを作って その時の技術っていうのは その当時アメリカってやっぱりお金があるから コンピューターを使ったり CGとかはないけども コンピューターで制御して いろんなものを撮影したりすることがメイン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でもそのジェームズ・キャメロンってお金がないから 言ってしまえば日本で特撮をやっているのと同じテクニックで ものすごく面白いものを作って 映画を作って それを見て あれ? お金がなくても面白いものって この人たち作ってる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たんですよね それは 私は大学生だったり そして僕が好きなかった 私たちは その主要は 日本の映画が 日本映画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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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くの映画が それぞれの映画が 彼らの映画が 是非常窮的電影公司,沒什麼預算的 當時這個美國也是很有錢,他們都是用電腦 不到戲劇的程度上就是用電腦控制,製作一些電影 可是詹姆斯剛安宏他那時候沒有錢,所以他是用手法跟日本同樣的手法 來去拍攝出這個我們講的特色的電影 但是我們就看到說,他跟日本一樣的手法 然後預算跟日本一樣差不多,派東西去跟我們插了天插地圓 那你看就覺得說,原來沒有錢,也是可以拍出好電影 それで,こういうやり方があるんだったら みんな的実験とかを始めて そんなにお金がかかったりしなくても いいやり方ができるって,段々分か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 それで,映画を作るプロデューサーとかに 自分達にやらせてくれない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 言う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んですね 那最後我們就看了他的手法 我們也自己做了一些很多的專研 然後專研之後就發現就是 其實不用花錢,你也可以透過一些方式拍出好的作品 那於是我們就向這個電影的製作人 跟我們說是否可以讓我們拍攝的機會 平成の初めの頃って,日本では バブル経済と言われて,台湾の一つが 知り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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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ブル経済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 それでつまり,日本が豊かだったんですね 今に比べたらものすごく貧しくなくて いろんなお金が余ってたので そういう生意気なことを言う若者に お金を出してくれる珍しい人がいっぱいいたんですよ そういう人たちからお金をもらって じゃあ映画をやってみようかっていうチャンスが来たんですね そうだったら、普通の出席はできない 臭屁的小孩 你現在的角度來看是這樣子 但是卻有一些非常稀有的人 稀奇的人 他們願意出錢 來贊助我們這些小朋友 來拍這電影 當時的日本人 也有幾十年都在監獄 以為監獄成為監獄 之中 自己也很快 成為監獄 所以我比較特別就是 如果你在日本要當一個導演的話 通常你要先當助手 然後可能要先做個十幾年的 這個所謂的基層的培養 之後才可以當導演 但是我比較幸運就是 我很快會成為導演 横入 算是一種插隊啊 你懂嗎 完全 Fast Pass 不好意思 先找一個我這樣插隊 しかもその時 それだけじゃ どうしても お金持ちの人達は納得しなかった 當時アメリカで始まった コンピュータグラフィック というものを ちょうど 自分も使ってみたかったし それがあれば もっといろんなことが いろんな表現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 と思って さっき話しましたけど 自分の家の車を買う貯金で 末金都市を買って 300万円ぐらいしました それで自分なりに どうやれば 新しい表現ができるかを 研究したりして そういう映画にも 取り入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当時當然 就是 如果你是用普通的手法拍攝 這些出現的大佬 金主們 肯定是不會同意 不會理解 然後也不會掏錢 所以那時候 剛好 美国也開始流行CG拍攝 CG拍攝 CG拍攝之後 我們就想說 我也來去研究CG怎麼使用 於是我就 花錢買一部電腦 那時候電腦 電腦非常的貴 我原本是想要存錢 要買一台車 給家裡用 結果買車的錢 去買一台 賣金塔電腦 大概300万円ぐらい 車子跟電腦一樣貴 買回來之後 我就專研CG的製作 怎麼去做電腦 電影拍攝 1995年にガメラという映画 それはゴジラという 怪獣映画のシリーズの ライバルみたいな ライバルなんだけど 映画会社は倒産してしまって 何十年ずっと作られなかったの 別の会社がバブルだったので その会社を買い取って 権利も買って 新しい資本で ガメラを作る ゴジラのライバル怪獣を 復活させる となった時に 生意気な まだ二十代だった 若造が 抜擢されて そこで 昔ながらのやり方も やってるけど コンピューターとかも使って そんなにヒットは ゴジラほどヒットはしなかったけど 評価だけはされた そこで 1995年 そこで 一部電影 カメ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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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は カメラ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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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公司 他の カメラの 予定 予定 カメラの カメラの 製作公司 破産 倒壁 倒壁 その後 今後 の後ろ 全部の 撮影 ちょっと 撮影 カメラ カメラ ちょっと 二十十多歳 の カメラ に 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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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後 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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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為何要看鏡頭的樣子, 被批判被批判,結果的那些人都會被人家藏在工作。 從結果來看,他們看到這個鏡頭出現, 我看到這個拍照非常煩心,很厲害。 我想說過去十幾年都在拍這個格西亞人為什麼拍過這樣的作品 然後這些人就被拿來做比較 然後被批評 所以說最後原本在做格西亞這些人 他就慢慢被驅趕離開工作被趕出工作 那感覺就像是 過去他們就在一個非常安穩 沒有競爭的環境下面工作的一群人 然後突然被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子 不知道哪一個臭屁的屁孩 然後突然就帶一個新的東西 就丟到這個詞子裡面 然後剖洗一個聯誼 然後使得大家就是 最後就是被淘汰 譬如說你把這個產業打破了 破舊的感覺 其實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些古老的技術 拍攝的手法 所以你不能說這是一個新的潮流 或者說是新的創新 然後就可以把它們整個全部覆滅掉 我覺得 以我來講我是不捨的 所以我想要用這些古老美好的拍攝手法 你想要對現在也繼續去研究它 可是你會發現 正如舊的手法 到了現在這個角度來看 它反而是手法最花錢的 最貴 一件事是 クオリティを考えなければ 特撮よりもCGでやった方が安い訳 如果你想クオリティ的話 那你用CG牌會比較便宜 會省錢 一方で クオリティを求めるのであれば お金がかかるけどCGの方がいい 就是如果你要クオリティ的話 花錢 那就是CG會比較好 花大錢 那就做一下好品質 那肯定是花大錢 找CGとか だから ゴジラやウルトラマンというのは 特撮を使いたいけども あまり使うことができない なぜならば もっと懐かしい絵が欲しいのではなくて 初めて見るお客さんに驚きを与えたいので そこは自分の中で 好きなことと 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を分けて考えると どうしてもCGを使う 優先し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但是 我在拍攝這個 正宗科吉良跟 新超人地板王的時候 你會想用CG的手法 可是 我却沒有辦法去使用它 主要是因為 我們想要給觀眾是一種震撼 而不是過去的懷舊 我們是想給他一種震撼 所以我們採用的是CG 我想看 第一次看到的人 都很驚訝 很震撼 然後有一種不同視覺的享受 所以 在我心中 就是 作的探索頭髮是我喜歡的 我是喜歡這種就的方式 側射的方式 可是 問題是 我有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必須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種震撼 所以 最後 我就選擇這樣CG そうすると 何が残るかというと 實際上 技術を持っている人とか 特殊な才能を持っている個人 というものに対して ものすごく僕らは 神経を使うとか 大事にしなきゃ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てきました 這樣的話 到時候 現在留下的是什麼東西呢 現在留下的 我覺得 主要不是技術 我覺得留下的應該是人 這種 像過去的這些師傅 這些 他有特殊能力 然後有才能 又有技術的這些人 他們應該 我覺得也是 應該把他留下來的 他們是很重要的 それは でも 実は 特撮に限らず CGとかでも 技術だったり 機械だったり パイプラインと呼ばれる システムだったり ではなくて そこで 誰がアニメーションをするか とかで 仕上がりが全然 変わってきてしまう 誰が ここを こうした方がいいよ 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 ポロッと伝えたりとか ディレクションしたりすることが すごく大事な気がするんですね 就是說 像是 現在拍攝的電影 不只是 他在特色的角度來說 人 在這個CG上面 CG的技術上面 也是非常重要 其實CG重要的不是技術 重要的不是機械 重要的不是所謂的系統 什麼樣 都不是 重點是 你東西CG拍好 那你整個去做這個製作 編輯 然後剪輯 這些 在幕後做這件事情的人 人不一樣 出來的成品結果 就完全不同 所以人才是最重要的寶物 多分 台湾の伝統工芸とかでもある 名人と呼ばれる この人にしかできない 技術とか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どうやって 継承していくか それは コンピューターで すごい映像を作る上でも 僕はそういう人がいると思うし そういう人をどうやって受け継いでいくか ということを 考えていくのが大事な気がしますね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台湾の伝統工芸 伝統工芸 伝統工芸 有些非常 人間国宝 そのようなの 人 それらの種の技術 その精湛の展現 それらのものを 作成onne作 クリー というものは 最後には 負責去做作品的人 これは この人 必須是 as much as 然後甚至把他傳遞到我們下一代去 不好意思講太長了 那對於未來之後在動畫片上面有沒有想到新的挑戰 阿大師傅小燕時代有做一個映画的挑戰嗎 そうですね 漫畫以外 所有漫畫以外都不是 所以說 冗談ではないけど漫画だったり 例えば今自分たちがやらせてもらえている ウルトラマンやゴジラという 自分たちを尊敬する先輩たちが作り出した 先輩たちはそれをゼロから作ってるんですよね オリジナルのキャラクターを でも僕ら誰かが作ったキャラクターを 今面白くするにはどうしたらできるだろうかということで やっぱりいつかは自分たちもオリジナル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いうものを 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像是 像是像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 震動歌集或是新唱的地方 我們都是一樣 這些都是我們的前輩 他們所拍攝下來留下來的好作品 那我們把這些好作品 他們是從零開始創作的 然後是原創的 那我們現在到我們這一段 我們把它成績下來 然後我們把它 我們在思考的是 如何把它變得更加的有趣 用現在的手法去做呈現 所以我們不是從零開始 我們站在巨人肩膀上面 所以我會想的是 未來我也會希望 總有一天 我希望能夠原創做出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讓我們把這個原創的東西 讓它留下來 讓後面的人去成績 哦 我以為它的志向 嗯 很想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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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從他以前 從若帆或是 從若帆或是 甚至於 電影之外 做的 電影之外 都跟 軍事和戰爭 都跟軍事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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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會想到 對於 失法 その後 我這樣 都跟軍事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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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Brew 那是日本人的物品 在實現 日本人的物品 也有像 但是現在也是 在《不萬一》可能 可合的作品 以前的作品有像是 關於戰鬥的 戦car 也有像 還有 可歸 也有像 一個 Syduan 有像 《不萬一》 但是三次大人 軍事相關的 軍事関連的物 これからも取ります 戰爭だけでなく軍事関連的 これから取る予定はありますか 取りたいですか 正直言うとあまり取りたくない 老實說我實在不太想排内類型 的事 什麼理由 起きてほしくない事 因為我不希望有戦争發生 戦争發生 だから正確に言うと それを見て ワクワクしない 物になる可能性がある そこで例えば ミサイルが飛んで爆発したら そこで誰かが死んでいる っていうことだと思うので それをリアルに描いてしまうと そこで誰かが死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も リアル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 それを決して なんか幸せなことじゃないと思うので 例えば 今日拍攝戦争的話 其實看他戦争的話 你不會有一種興奮的感覺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我們拍攝的是 飛弾飛過來 然後掉下來爆炸 炸死的一個人 那如果今天想要認真的 去呈現這件事 真實的去呈現他 跟電影所把真實呈現他 那就代表說 這個人就真實的 會被炸死在你眼前 你看到是不會感到 興奮這件事情 而且你看也不會覺得幸福 昔はそういうの大好きだったんですよ そうそう 例えばニュースとかで 戦争のニュースとか ワクワクしながら見てたんだけども 今段々ワクワクできなくなってきた 其實以前我是看到這個戰爭的新聞 我就覺得很興奮 小時候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會非常興奮 打仗啊打仗 可是 現在到了一定年紀之後 你看了之後 就慢慢這種興奮感 就會慢慢消退消退 不好意思 因為導演很喜歡台灣 那其實台灣有很多 很優秀的影視作品 那不知道導演有沒有想要 跟台灣哪一些演員合作 日本のそういう役者と提携したりは したいですか はい したいですね 記者 したいし あとねすごくあの風景がすごく好きなので 台湾の あの恐らく 500年ぐらい前の日本の景色が 今台湾の山の中とかに残ってる気がする その植生というかその中 気温がだんだん 昔って台湾ぐらい日本は気候だったと 言われていて 木の生え方とかがすごくその 昔の日本に似ているので 昔の日本を舞台にした映画とかを 台湾で 侍とか忍者の映画を 台湾で撮ってみたいなと そういうところで それが演員と そういうところで 台湾の演員合作 也希望 威旋台湾の風景 台湾風景の風景が 台湾風景の風景が 500年前の日本のような 500年前の日本のような とったり 都なぜ このようになる 海道風景の風景が 500年前の日本のような やつの温度感 そういうふうに 昔っても 500年前の日本のような みたいな そうして 昔の現場が 昔のインターネウォー 昔って 昔を舞台に 昔の昔の 有一點點影響的台灣的電影 可能我本來不知不知道 很恐怖 高雄舞台 非常恐怖的電影 在日本今年有一個有點小賣做的電影 是以高雄為舞台的恐怖片 對 嚇死我了 我看過那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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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的電影 所以你就是在 你沒有辦法來台灣的時間點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電影就說 這是我不知道的台灣 台灣的恐怖面 超可怕的 真的超可怕的 真的超可怕的 你知道那個 在台灣 在日本其實 導演就像是日本的JJ加國的海 那你的品味跟喜好其實也會被 你說在日本是日本什麼 JJ加國拉韓 日本的JJ加國拉韓都很開心 那你的品味其實也會被影迷追逐 那日本的士博會其實那種東西也蠻強的 如果導演要拍那種科幻片 像影音殺手這樣子 應該是會很 有興趣的嗎 影音殺手那樣嗎 科幻片 日本的SF映画 日本的SF映画 要拍攝嗎 日本的SF映画 要拍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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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想拍攝 那導演會想拍攝愛片嗎 對 那是一個LOVE映画 那是一個LOVE映画 特有得意的監督 有很多人 有人比我厲害 哈哈哈哈 所以 那是一個LOVE映画 誰會拍攝也不會 所以 剛才我講到就是 如果今天我看到有人拍得很爛 然後我很不開心 但是如果今天是 除外片王應該大家拍的話 我看了都不會覺得不開心 沒關係 對 音樂主題還會有興趣嗎 音樂有關聯的東西嗎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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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那 我沒有想過 這個我覺得沒有想過這個方式 現在還有在玩嗎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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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趣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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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 我對JOE裡面哪一個演員 他是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 他교 有影響的演員 現在是寶蘭的10個 那中的最有印象的台灣人有一個人嗎? 誰?那人誰? 我不知他的名字 是誰的名字? 是誰的名字? 是父親 父親 父親 他很像公司公公公 就是孩子的爸 是父親 那場景呢? 我是以一段落語的人 古的演奏 現在是奧華人 是奧華人 那原來是奧華人 他也是奧華人 奧華人 是奧華人 那原來是奧華人 是奧華人 那原來是奧華人 是奧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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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句 有一個女主角 不是 她在紐約 聽說她去紐約 幾年前在愛區上面那個主角跟男生有照片 主角跟女主角都同時在拍照上愛區 主角跟女主角都同時在拍照上愛區 看那個女生說 哇還是如此的美艷動的漂亮 我好像更瘋狂 這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嗎 那接下來導演要準備接下來的講座 讓我們再聯想給大家 小朋友 好 有 台灣 香港 好 好 二十二 非常好 為何同樣的中國圏內的名字 為何同樣的名字 為何同樣的名字 我問你是香港的不一樣嗎? 這是香港的 這是香港的 本宮罵狀 読方不同 読法是太一樣的 歌詞、歌詞、香港 香港 台湾 我看起來不太好 看起來不太好 有了 有了 好 一二三 OK OK 一二三 一二三 哇哇哇哇哇 。好 好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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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ers。